26段这段影片 他不是每到一个国家 就会去骂那个国家 去骂那个领导人吗 现在越骂越大声 而且越来越理直气壮 他说什么 这真是愿念达到最高点 乌克兰只需要北约1%的飞机 还有1%的战车 就他讲过了 我不会要求更多 那些东西 就是说以前送的什么 反坦克的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我们的伙伴都有 都在那里升灰尘 都在那里升灰尘 真的他讲话满接地气的 你不觉得吗 我们已经等了31天 天啊地啊 这我家的 谁主导欧洲 一个大西洋共同体 难道真的还是莫斯科吗 因为恫吓 拖延飞机的代价 是数千条乌克兰人民 意思就是说死这么多人 都是你们造成的 你们都是俄罗斯的共犯 对不对 然后你们之前送 我叫你们给我战机 跟飞机跟战车 你们不给 你们给的其他的 都是没用的 放在那里升灰尘 喊兵 没有这个人讲话 就是一直颠山倒四 反反复复 一下又去到处去指责别人 一下又说 你该给我们 你该给我 其实我觉得他到底真的 在写这件印象稿之前 他到底有没有仔细去算过 北约一%的飞机 你知道多少 光是美国一国 就有五六千架飞机 那再加上其他的北约国家 等于说你要北约 至少要送你七八百架飞机 之前那个刺针飞枪每天五百枚 他的愿望清单越来越大 一%的战车是多少 你准备要几百上千辆战车吗 所以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信口开河 然后更好笑的就是 他现在好像释出一种善意 说我愿意和谈 我姿态放软了 可是你看他讲的内容 其实他姿态 根本就是很反复的一个姿态 对因为他后来又讲 他讲了这些条件 什么我可以这样 我可以这样之后 他又说这个什么领土 主权完整不能让 是啊 领土主权如果完整不能让的话 那根本连公投都不需要 对因为他本来说 那个对巴斯部分也可以谈 那这就涉及他的领土完整不是吗 所以你到底你真正的底线 到底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因为你每天都在换一种说法 那这样子的说法 其实是在告诉俄罗斯一个讯息 你知道什么讯息吗 就是我根本不用跟你谈 因为跟你谈也没有用 因为你今天这样明天这样 后天这样 我怎么知道跟你谈的到底要干嘛 而且你看他已经无聊掉 连去核化这个问题都要拿出来谈 对 你乌克兰不是早就去核化了吗 你现在还要谈什么 难道你现在正准备要重新 研究核武 恢复核武 还是你承认你现在 还有藏着核子武器吗 不然的话 你现在谈去核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乱扯一通 他的目的其实只是要去打动那些 顿巴斯人 俄罗斯人 表示他要说我是很有诚意 我要谈的 是俄罗斯不要跟我谈 所以错误都 他只是想要把错误全部归咎在俄罗斯 所以他讲话变成一个完全没有逻辑 然后也不知道他到底实际上到底要做什么 我还是想追问这个 请问一下送给他那么多东西 在那里升灰尘的是指什么 你有想过送人家东西吗 比方说哪天借大使送我一个礼物 就说你送我这个礼物都不然没升灰尘 借大使今天听了很火嘛 对不对 这也是好歹我张罗 这也是钱 而且暂时我千方百计送给你 我的一片心意就放在那里升灰尘 所以他真的这么乱讲 你知道北约除了美国之外 其实大部分的国家 对军股的投资其实都不多 所以你看英国已经多少年 没有升个坦克坦克 他现在自己的主战坦克 只剩100多辆 德国也好不知道哪里去 法国也是一样 法国的莱克勒的主力战车 已经多久没有更新了 他还是一直放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升灰尘 他们自己都不够用 不讲实在话 不是 像德国送给他那一批 之前是东西德那时候留下来 所以那一批本来就在德国 升灰尘升很久了 对不对 但是那个东西 继续到乌克兰去升灰尘 你进去请问一下 那个东西真的还能用吗 因为你看从冷战结束到现在 那是东西德合并的时候 嫁妆过来的一些武器 你记不记得美国后来送他一批 也是说从什么 以前苏联解体时候留下来的 所以也就是指那两批吗 因为我讲实在话 现在对各国来讲 你如果是讲真的 新的刺针飞弹跟标枪飞弹 美国哪有这么多 他一天还要500枚 我们刚刚算过 假设到所谓的5月9号停止 大概要22500枚 他那个根本鬼扯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台湾也有买刺针飞弹 到现在美国都还没给我们 付款四年没有到货 是 之前美国 不是还曾经有人倡议说 要把给台湾的刺针飞弹 先给乌克兰 所以这种东西新的哪有这么多 人家已经都是给你库存 甚至是从冷战时期 一路库存到现在的一个东西 只有这种东西才有现货 这就是一个事实 然后讲那种东西 到底能不能打 打出去会不会先把你自己打死 都不知道 因为已经摆了这么多年了 所以我觉得那些都不是问题 其实我觉得 昨天司机也知道这个现况 只是说他现在一心一意想的 就是一个宣传战 想办法用这种宣传的方式 是不是能够引起西方各国人民的同情 然后去push他们领袖 做更多的事情 但你不觉得他讲的比拜登讲的精准很多吗 我觉得拜登的 拜登的这番讲稿 第一个我觉得张杰大使讲的 看到了满满的战意恨意 就恨不得打死你们算了 全部你知道侯一戏的概念 还嫌他不够惨 然后就说 大家不知道他所谓为何 你以一个世界强权领袖的一个 这个斡旋姿态 来到了波兰 离基辅这么近 然后你竟然发表了一篇好战敢言 所以你到底为什么 你希望这个 重塑世界对美国的一些形象 对拜登的形象 你就是一个好战分子 波兰就是你害的吗 我觉得他在传达这个印象 但我觉得导致泽伦斯基 他讲的其实很精准 战绩我就是要到为止 要不然就是你们害的 都是你们的错 我人民的死伤都是你们害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我觉得他讲的虽然很有情绪性 但是还算是比拜登好一点 泽伦斯基的主軸很清楚 就是这个战争是两个人害的 一个是你北约这些国家害的 一个是俄罗斯害的 反正都没有我乌克兰 我乌克兰就是受害者 他一直不断地清楚 在表达这个东西 可是相对来讲拜登就没有 拜登暴冲过头 其实基本上以一个 世界领袖的这样的一个总统 通常不会这样讲话 可是拜登真的讲出来 他应该站在一个制高点 对不对 我说这好事都是他在做 他可以来收割什么的 因为拜登这样讲话之后 你都没想过 万一将来要和谈 或是这个事情要收尾 请问你怎么收尾 所以我觉得拜登这种表现 在我看来很像谁你知道 很像王定宇 他其实很像美国王定宇 在那边反正乱讲一通 然后接下来反正不关我的事 我觉得那边鬼扯一队就好了 因为他要的只是收视率 只要能够凸显自己很了不起 而且他偏偏又很俗辣 因为他明明已经到波兰了 他还在波兰讲说 很可惜我没有办法到乌克兰去 那你就在旁边你可以直接去 人家波兰总理 斯洛伐克总理都去了 你为什么不敢去 你自己俗辣闹总不敢去 然后在那边讲说很可惜我没办法去 很盈暗没办法去 所以你说这不是美国王定宇 是什么吗 就是一个手拉巴 然后天天讲得很大声而已 你最大小补充是吧 我看你笑得很开心 没有 我想到王定宇 当然王定宇那个成绩 没有到拜登总统那个成绩 人家拜登也没有房东 对 不过说实话 一个世界最强国家的领导人 真的 就是我不能说你要谨言慎行 可是讲出那种语言 就是太离谱了 而且完全在那个时空条件下 他没有不计后果的讲 那问题我觉得最不到的 就是让别人去承担 他这句话的后果 那不是他要去承担 也不是他自己的国民去承担 那也不是俄罗斯人民去承担 今天是乌克兰人民去承担 所以而且欧洲人民去承担 所以法国也叫 德国也叫 那这个美国过去给人家感觉 就喜欢颠覆人家 那这个就做死了 你总统明明在颠覆人家的政权吗 对 百分之百是在颠覆人家的政权 那你过去 你美国你今天说实话 你看不惯伊拉克的海三 你也不进去把人家就灭了 对不对 你看不惯这个 你也有军队 太多 所以他这样讲 是会让普丁心生警觉 你是要对我斩首吗 我觉得这种 他是有点斩首的意味吗 说实话就有一种威胁意味 是不是 而且是针对个人的 就是说我觉得 这还得了 这样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从这边开始吧 其实在我们国际法里面 就不需要乌克兰 直接美俄对决 对 国际法里面就是比较 所谓的主体 很难去搞到个人 基本上大部分传统的国际法 都是主体 国际法的主体还是以国家 要不然了不起到国际组织 到多国企业 你的国家要个人来负相当责任的 事实上在国际上还是非常保守 因为你都透过国家作为 因为国家他是一个共义制的表现 你现在把个人把它凸显出来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以拜登应该来讲应该不懂 不是不懂 不会不懂 可是犯这样子的错误 我觉得我觉得真是 你真的还真希望 真希望他是老年痴呆讲错 如果他是错误的话 这个斯正峰老师说 这是个低级错误 真的是蛮低级的 你是不是每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